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我是楊耀棠 今天我們轟天雷腳踊室要為各位介紹的是 轟天雷的精華操作專家財務選股 請各位在轟天雷按F3進去之後 一般來講F3就是自選股 自選股麻煩你按右鍵 按右鍵有一個叫專家財務選股 點下去以後就會有這十項的夜籤 這十項的夜籤有銀高Y1、銀針Y3、銀針Y3、銀針M3 總共有十項 各位可能不了解它的意思 這裡有說明 請各位按鍵盤的F1 按下F1就會有操作說明 在特別報價裡面的 這邊有一個叫財務專家選股說明 我們點下去了以後 各位我們就對著照著看 第一個 銀高Y1就是本月營收創一年新高 這個很簡單 就是營收創新高 那銀針Y3呢 就是本月的YY 就是年增率大於前一個月的 那前一個月的大於前兩個月的 前兩個月的又大於前三個月的 然後前三個月要大於1% 因為你不能是負值 意思就是什麼 意思就是說 銀針Y3呢 代表它是加速度成長的 這個我稍微解釋一下 我們看一下 我們以利期為例 我們按F11 像利期為什麼符合 就是指這個月的 YOY大於前一個月的YOY 然後上一個月的YOY 又大於前一個月的YOY 那這個月呢 又大於它 但是我們只有取三個月 它是延續四個月 YOY大幅成長 至少要大於1以上 所以呢 這就符合 這個 我們銀針Y3 那各位可以看報價 這種股票呢 成長之後呢 經過中漢整理 那這個地方 它就突破往上飆了 那這表示 市長來講 這支股票呢 業績已經 非常非常的好 只是整理完之後 再漲帶斷 那在 這個營收呢 加速成長 我們稱之為 就是加速的成長 這個YOY呢 是加速度的成長 所以呢 這個容易呢 幫助我們找到怎麼樣 有潛力的股票 那我舉例來講 我們來看一下台達電 那台達電呢 從這個地方也是 就是一路的上漲 但是呢 各位呢 要注意一下就是說 你要配合股價 最好還沒發動之前 有的已經漲很高的 如果漲很高的 當然就會 會 會 比較有風 比如我們剛才看台達電 台達電這裡呢 就已經標過一大段 這裡進入中段整理 如果它還能夠持續的走高 那它可能呢 這裡整理完了以後 也有可能再走 下一波 好 回答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我們要看F1 操作說明 第三個 銀針Y3 就是 連續三個月 YOY大於5% 好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 好 就是看那個基階面的營收 好 就是很簡單 那銀針M3呢 就是 MOM大於1% 這個要注意一下就是 MOM是月增率 那你連續三個月都要不斷的成長 這個呢 也可以找到 不錯的股票 就是 因為你每個月都要成長 不管你是淡季旺季 如果又要淡季 然後還能夠出現 MOM成長的 那這個 從常來講 這個股票就很有潛力 好 那 銀YM3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這兩個 再結合一次 既符合 YOY大於5% 又符合 MOM大於1% 那各位 可以先找這個 好 那如果找不到股票呢 再放寬 這個條件 去找這個 或這個 那第六個 叫 銀YM3 好 那第六個叫 銀收增 銀收增就是 MOM大於5% YOY大於5% 這個呢 只是 單月而已啦 單月而已 第七個 EPS Y1 EPS Y1 就是本季EPS 創一年新高 那大概就是指四季 就是 譬如說 如果是第四季 創一年新高 就是第四季的獲利 EPS是最高的 然後呢 第八個 EPS增二 這個方法呢 會比較常用 就是本月的EPS 大於前一季的EPS 然後前一季EPS 大於 前兩季 好 因為在法人呢 選股的時候呢 他們很重視 EPS 能夠成長 好 那成長完以後再去看 他是本業還是 業外的 如果是本業的 然後持續成長 那他對上 對於股票來講 他就會採取 長期持有的策略 好 因為 EPS成長 表示 這個業績持續看好 好 那 這個呢 也可以找到不錯的股票 好 第九個 三綠增 好 就是毛利率 銀育率 EPS 都比上一季增加了 那 要達到三綠增的股票呢 其實也不容易啦 那所以股票呢 大概有一百多支 好 因為呢 三綠增呢 毛利率 銀育率 有的時候會缺一項 好 所以呢 要三項都符合 好 我們才會把它列入 好 那這裡面也可以找到 不錯的股票 這裡面我也嘗試 我挑選 潛力股 再來虧轉銀 虧轉銀就是 本季的EPS 開始賺錢了 但是呢 上一季呢 是虧錢的 這個呢 就是虧轉銀 這個你呢 可以發現轉機股 各位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 虧轉銀呢 最好不要出現是業外 而轉銀的 要本業轉銀的 那這個呢 才可能成為轉機股 好 這就是 各位呢 要特別特別的注意的地方 不是說 EPS 它 它變正的 好 本季變正的 但是上一季虧損 這樣子呢 比較不容易找到好股票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EPS Y1 好 舉個例子來講 這個好了 我們看一下 加尼好了 一般來講 我們都會從這邊來看 加尼 去年呢 第四季 它EPS 1.6元 第三季是0.77 0.18 第一季是賠錢的 所以呢 它獲利是 全年最高 那各位我們看一下表現 現在呢 它也創了快一年新高了 那去年是22.85 現在快來挑戰 那本季呢 獲利是不錯的 那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它的基本面呢 它這個 第四季呢 是 來自於本業的部分 所以這個是比較好的一塊 那我們看一下 聯華石好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也是 就是 第四季呢 獲利是最高的 就是 1.36 1.1 0.77 0.56 它也是一季比一季高 那 聯華石我們看一下 它也是股價創新高 對於法人而言來講 你只要一季比一季高的獲利 那這個趨勢呢 通常都會走長多 所以 EPS Y1 或是從EPS增2 這個地方呢 它也會很多股票會重複 譬如 你可不可以看到一下 加尼也會重複 聯華石也會重複在EPS增2 所以呢 你可以從EPS Y1 尋找 也可以從EPS增2 去尋找你所要的股票 那這個時候呢 等季報出來的 那平常呢 每一個月的營收一出來呢 我們就可以看前六個 來找 我們可能 可以找到的怎麼樣的 標股 我舉個例子來講 像性頸 各位可不可以看到這個 它也是 YOY從19.9 56 93 它是YOY 就是加速成長的部分 這個性頸呢 表現也還不錯 已經來到前波高點的部分 那雅德克我們看一下 雅德克也是一樣 為什麼呢 這裡會比較注重的是YOY呢 因為2月 各位知道過年 2月如果過年 營收一般而言來講 不太容易超過1月 但是如果你跟去年同期比 這個 它就是成長幅度很大 那表示 甚至這樣來講 它還是一個成長的趨勢 當然如果3月能夠 來看看是不是持續成長 那是更好的 但是以目前而言來講 這樣的 走勢亞德克 是還不錯的 還不錯的 只是股價已經漲很高了 漲到一千多塊錢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呢 介紹一下 專家財務選股的說明 跟簡單應用 再說明一次 按F1 然後到特別報價 裡面的最後一項 專家財務選股說明 點進去 你就會看到 所有的解釋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